打房要打大戶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現在所有的政策 政府這麼多的工具 有把大戶給打到嗎 不管叫奢侈稅叫什麼豪宅稅 新老師 幹部好 基本上我覺得這個打房 看應該基本上 它應該有兩個目的 第二個目的就是稅制公平性 因為基本上房價上漲是最 從某個角度來是最不老而過的 所以應該課高稅 我想這是 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覺得打房絕對有它的必要性 但是如果要 另外一個目的要達到 是要解決青年人 也就是青年人的住宅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政策絕對是無效的 因為我常講的 你把地打了一半下來 一般民眾還是買不起的 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要把它講清楚 說我這樣打房目的是要幹嘛 如果你的打房是要解決住宅正義 或者要解決青年的住宅問題 我覺得這真的絕對無效 那部份應該有另外一個住宅政策 但是那一部分 我覺得那一部分 反而是大家比較關心的 因為坦白講 我如果一再打房 用打房來掩飾 我們在住宅政策的不足 結果產生一個叫仇富的心理 我覺得台灣的社會 已經有點仇富的心理了 所以我覺得住宅這部分 我覺得到是政府 不但沒有再解決問題 反而把問題給惡化 譬如說現在政府很多公有土地 他在標售 標售把價格拉得很高 那為了解決他的財政的赤字問題 結果當你把標售 因為其他國家是把公有土地 用來做社會住宅 用青年住宅的基地 結果我們政府是把這些土地拿去 給財團去炒作 所以反而讓這個問題 沒辦法得到解決 所以我對這個打房來講 我當然是希望他打得到 我相信多多少少還是打得到 但他是解決了 稅制公平性的問題 但是還是沒辦法解決 我們所關心的住宅問題 這稅制公平性 我們現在說兩個人 夫妻倆先住一戶 但是說你婚前 如果各自已經買房子 那當然就不算了 只有兩戶了 那給直系清楚 那當然也不在這裡頭 但是大家會說到 中南部房價那麼低 我買個四棟 五棟 八棟 也抵不過台北買一棟 那同樣稅率 不管是1.5到3.6都好 好 所以在這邊 我們就有好玩在這邊 所以這個傑銘 這樣子叫做稅制的公平嗎 我們其實一般 倒是稱有一個叫做大數法則 就是說你真的去 每個老百姓去計較 你有一間房 兩間房 其實他沒有辦法去改變 你真正造成房地人的 上漲的元兇 是來自於兩個 就是你投資客 本身在做這個投資交易的時候 他得到稅率是比較低的 利率低 所以他成本低 他去炒作房子 他從市場收集的房子之後 整理完之後 再用相對高的價格賣出去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這些投資客 如果他是投資 高額的這個房地產的時候 他基本上不會 把這個房子拿去裝修 我所知道投資客 他們如果是投資所謂的 就是8000萬以上的房子 他就是空屋擺那個地方 因為會買8000萬以上的 房子的那些有錢人 他其實對自己裝潢 是有意見的 只有那種一兩千萬的 這種所謂的房子 拉皮再賣出去 是有可能的 因此這些房子 永遠就擺那個地方 當作空屋 他沒有辦法被有效去利用 或者去拿去出租 不可能他只是拿來做一個 商品的轉移 所以這個問題 其實是一個要件 所以現在實際上登陸 已經慢慢的改變這個問題 因為你只要是交易 現在是納入所得 這也還好 但是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是供需問題 台北市的空屋率 其實不低喔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剛才解釋到 就是因為這1萬戶 擁有10戶的這個房子 如果我們剛才算過 按照這個算法 如果真的是1戶 是40萬這樣徵收的話 那他有10戶就是400萬喔 400萬有1萬戶就是400億喔 400億對台北市政府 對台北市政府的貢獻有多大 對 那你就 其實基本上 以向這個新加坡 新加坡用這個方式做之後 房價並沒有壓抑 但是至少窮人覺得很大的幫助 為什麼呢 他針對所謂的 就是那些豪宅 還有擁有戶數比較多的人 他們科以高的稅額 得到錢不是政府拿去 而是去補貼這個我們說年輕人 在租屋上的一個優惠 那什麼結果呢 變成說當我的房子 我基本上還是想持有的房子 我不想賣的時候 我勢必會把這房子 想辦法出租 那麼出租的時候 這些年輕人租你的房子的時候 他得到你這個稅金的回饋 他去租你的房子 成為一個正向的循環 那就解決了相當大比例的 一個房子的一個問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剛才其實講到重點了 因為政府從阿扁時代到現在 造成房地產援修的原來是政府 台北市政府就其中之一對不對 包括你把它變公園 你就可以增加這個容積率 你拿出去做這個停車場 你又可以增加容積率 所以房子就越蓋越大 價格就越來越高 所以那這樣投資 看著有利可圖啊 當然肯定去操作 所以這些動作呢 其實政府都很清楚 所以沿著上面一件事情 實價科稅超過幾戶以上 就是以累積稅率方式走 那麼走日本的模式 我想這樣子房地產的問題 自然供給就會增加了 是 來 陳大了 我來回應一下建民 也許很多人都還聽不太懂 因為最近建商跟資本家 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你不要太過度的干擾 這些豪宅或是有錢人 因為你去干擾他們 他們錢跑掉了 要跟你怕 他們說這個跟那個低價的 租的也好買的好 是兩碼子式 這個是要增加供需 增加供應就沒事了 我反對 為什麼呢 因為你豪宅漲價 是帶動全台北市 所以你租金增加 也是那個帶動的 所以剛剛傑銘講說 如果你把豪宅刻意 他的持有稅的話 這些錢 我的證件是什麼 就全部轉成這個租金 就是中下以上租房子的人的 租金補貼 那第二點 如果說公廟 我贊成不要給人家買 我覺得去蓋廉價的房子 就所謂社會宅 合一宅 在淡房區 我覺得是不合理的 那我覺得政府應該去找 很多房子去蓋租的 那我的估價是一瓶 它的建構的價錢 大概一瓶十二萬 那如果十五平的話 大概一百八十萬 那利息就兩%來算的話 一年就三萬六 所以一個月是三千塊 三千塊去除以十五平的話 那個租金兩百五十塊 那再加maintainance 就是營運的錢 大概我認為三百多吧 三百多大概就是 目前租金平價的一半 這以上也是本人的證件之一 所以大家評價才很重要 可是你看新加坡 他說他在處理居住正義 處理國災 他比較鎖定用 讓人民可以買 這就貼近了華人的心態 因為他居住 他只是說我利用住一小段時間 然後我就要去買房子 因為他還是要有擁有的感覺 不是 你買 要從遠買進來 你不能開始去想要買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政府應該在蛋白區 或接近蛋白 接近蛋殼區 然後廣泛的長期的興建國災 可是要限制很嚴 就是說你不是說三年就可以賣 你可能要限制他二十年才能賣 然後你可能要在他工作的時候 就跟新加坡一樣 你在他工作的時候 就每個月就強迫儲蓄 有那個國宅基金 因為新加坡是這樣要求人民 你要去買國宅 你自己要有相對的國宅基金 你自己要存錢 所以他可能存了五年十年 他就可以排隊去買 可是要讓人人買得到 而不是像現在國宅 抽籤不行 然後百分之一大家好像抽樂透 抽到樂透以後 你突然抽動一棟五千萬的房子 然後三年後就可以賣 四年後就 這又完全失去真正國宅的意義 好 所以我們這邊很大的 簡單的問題說 這個稅該怎麼樣刻到重點 但重點是要讓小老百姓 特別是年輕人有房住 從租開始吧 我們講到何一宅 不趕快建的話 真的是來不及 待會兒回來